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为什么要用它取代汽油作为汽车的燃料 用它取代煤气作为家用的燃气呢 这是因为天然气的主要成分是甲烷 从它的分子势中我们可以看到 其中只有一个碳和四个氢 它是所有化石燃料中碳含量最低的一个 这意味着它在燃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的量是最少的 因此天然气的燃烧是非常清洁的 燃烧产生单位数量的能量 天然气释放的二氧化碳的量也是最少的 比汽油少30% 比煤少45% 但是相比于煤和石油 天然气的存储和运输难度要更大 这是由于常温常压下 天然气是气态的 需要通过管道运输 或者先液化 然后存储到冷却罐中 再通过卡车和轮船运输 因此天然气的基础配套设施比较昂贵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煤的情况 煤种类很多 能量值也各有不同 较硬的固体形态赋予了煤较高的能量值 这使得煤的储存和运输具有较高的经济性 煤炭是世界上储量最多的化石燃料资源 同时也是很多地区最重要的能源 相比较石油和天然气而言 煤炭是更便宜的燃料 但是它也有其相应的劣势 首先它的燃烧值相比于石油而言更低 只有25兆焦耳每公斤 当然我们可以通过加工 将其在隔绝空气的条件下加热 得到具有更高能量值的焦炭 焦炭也可以燃烧产热 其单位体积和质量的产热比煤来得更多 但产生的烟却很少 由于焦炭的多孔性 相对较高的硬度 以及更高的能量值 焦炭经常被用于高炉中 用于减少氧化铁的熔融 这是生产钢的一个前期步骤 第二个问题是 煤当中还有一定量的氮和硫 后面我们会讲到 因此煤的燃烧会释放氮氧化合物和硫氧化合物等等有毒气体 为了防止这些污染物进入大气 人们专门开发研制了能够减少燃煤污染物排放的设备 另外燃煤产生的煤灰也困扰着人们 它们通常会被置于开放的池塘或者垃圾中 数据显示 美国每年约产生1.3亿吨煤灰 好 了解了煤的优缺点 我们来看一下煤的应用情况 我国70%的依次能源为煤炭 其中78%的煤利用方式为直接燃烧 它的用途主要分为四个方面 其中最主要的是用于发电 全球60%的煤产量用于发电 其次是用在化工冶金行业中的燃煤锅炉 还可以用于建材行业 比如水泥 煤中的硫可用作水泥的硫化剂 另外煤还用于北方冬季的取暖 但是煤直接燃烧的利用效率比较低 而且从环保的角度 这种方式会产生大量的氧化硫 氧化氮以及烟尘 而且煤燃料是所有化石燃料中 碳含量最高的一种 这就决定了煤拥有最低的能量值 和最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